大家好,我叫賴玉宏 嗨,她是賴玉宏 好,下一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嗨,雨涵 好,來,下一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晨懿 黃晨懿,謝謝 下一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尋冰 不是玄冰,謝謝 尋冰跟玄冰上菜 謝謝四位,我們給他們的請掌聲 這次他們也會在過程當中 表演非常重要的故事內容 謝謝四位 來,我們請先到台邊休息 感謝 嗨,大家好,我是林孫玉浩 我在三隻小豬的逆襲裡面 飾演的是 雜錢也是一種實力的豬小諾 大家好 耶,豬小諾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基範 Amanda 我在三隻小豬的逆襲裡面 飾演的是 林雅琪 雅琪 也不會告訴你們我演什麼 反正你們大概就知道了 謝謝基範,來 大家好,我是王真玲 我在三隻小豬裡面 飾演的是沈芳瑜 我會用我的工作經驗來好好照顧一下我們的豬小弟 唉唷,好,你好,照顧他,來 大家好,我是陳玄宇 然後在劇中飾演的是周彥祖 那是朱小諾破產之後 靜存的好朋友 靜存的好朋友 謝謝 謝謝陳玲,來 大家好,我是陳玲喬 在劇中我是飾演宣恩 她是一個溫柔但是獨立自主的女性 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節 請大家多多期待 好的,我們會認真期待 謝謝台前五位 謝謝,我們先請出 又見面了,我是高英軒 我在三隻小豬裡面 飾演的是 觀觀難過 觀山過的趙觀山 所以我在裡面會試一下很多的關卡 想要喘關嗎 給你來喘 喘關 喘關 好,謝謝高英軒 來,魏曼 哈囉,大家好,我是魏曼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朱家大姐 朱曉筠 我就是 爸爸又有錢 老公又疼我 天生就是命這麼好 你們千萬不要羨慕我啦 好 好可愛 謝謝魏曼 好 孫親願不能輸,來 大家好,我是孫親願 我在戲裡面演的是 游大海 他有非常多的優點 像是 聰明 善良 細心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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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很有錢 謝謝 好 這一組就是包三包海的 拜金宗布跟他的小禮 謝謝三位 我們請努力 好,那就直接尖叫到最後 我們就不用自我介紹了 好,來,家健先來開始跟大家打算招呼 哈嘍,大家好,我是家健 哈嘍,大家好,我是賴雅言 大家好,我是王淳一 好,他們三位有話 待會我們再好好跟他們聊 謝謝三位 我們準備刷起來 劉悅琴相見李天柱先生 我是鹹蛋超人 啊,對不起,你轉錯台了 大家好,我是三隻小豬的逆行裡面 那個豬爸爸 豬爸爸 就是用心良苦的豬爸爸 大家都想望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對不對 所有做父母的都想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兒女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的兒女 他的生命的價值 人生的方向偏差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呢 我就是那個很頭痛的豬爸爸 大家好,我是花媽 不是,我是豬媽媽 疼愛小孩子的許玉琴 我是劉瑞琴 那個呢,爸爸頭痛啊 那我就說,好啦,好啦 不要再罵小孩了啦 他又沒有怎麼樣 我就是非常非常天真浪漫的 敗兒的慈母 我打你喔 好好好,我出了 謝謝豬哥 謝謝蕭琴 還有我們兩位入列 謝謝大家 所有的演員朋友 今天一次陪伴 看到你們大家 給我們衣服好看的戲劇了 八點鐘陪伴 前排在 明明是玉豪旁邊的 就是她的同學們 接下來在後排的這些大家 就會一起交之注意出 非常可愛的戲劇 兩人的旁邊 是她的男伴 漫漫的旁邊 是她的男伴 現在是她的旁邊 是她的旁邊 王帥姨的旁邊 是 對 好,大家各自有自己很好看的伴 正前方相機看一下 我們來拍一張大合照 王帥的大家 歡迎截圖 刷起來 那請能剖出你今天 讓我們上手 看到所有的影片照片 我們可以跟你好好的一起迎接 明天首播的到來 三隻小豬的密集 拍照都OK了嗎大家 一入晴天 右邊看一下 右手接著 先一起來 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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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可以了嗎 小豬還有更多 好 左 三 比一個三嗎 那就比一個OK好了 來 好 好 爸爸放 一入晴天 好 來 左邊 來 好 待會兒會有更多的時間讓你們拍照 大家 即刻 如果都OK的話 也要讓他們準備入座 跟我們一起來好好的欣賞一下 第一次他們同台演出讓人很開心 第一次看到豬哥 在這樣的頻道出現 爸爸 新的戲裡的爸爸 是 豬爸爸 豬爸爸 剛好 真的蠻好的 很搭 一助晴天的豬爸爸 豬爸爸 豬爸爸都一樣 對 豬爸爸 拍戲也開始一段時間了 今天其實請您來 我們不要太嚴肅 我們要講一點人家不知道 你可以跟我們偷偷 你看我今天做這個造型 有 今天整個亮起來 感覺像像花輪一樣 偷偷偷偷偷偷一下 你們旁邊那三個小孩 有一些什麼就是不為人知的一些小俏皮 或是貼心的或是搗蛋的 他們的俏皮大家都想而易見 對 其實 你想要聽一些什麼 我想要聽一些大家想聽的 大家想聽的太多了 對 出了一些什麼 球啊 或是誰特別貼心啊 誰最貼心的 誰最貼心的 這樣比較好 還是要先在美人家開始 我覺得他們都對我挺貼心的 天啊 對 老實說 剛開始進劇組的時候 見到這一家 我自己同位謀面的家人 我覺得好親切 好親切 好像就像是一家人一樣 他們就對我真的像是 像爸爸一樣 讓我特別想起我國外的女兒 真的 所以他們也彌補了 你在現實生活當中 一些想念家人的那種 一些生活上的小片段 那可以多問一下嗎 賴雅妍如果在片場看到你 在說怎麼跟你打招呼 怎麼跟我打招呼啊 他們還是叫我祝哥 喔假的 對 但我心裡面 我覺得他們是把我當爸爸一樣 真的真的 那現場每一個人都把你當爸爸 我幫你當祝哥 那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沒關係 那從今天主演會之後吧 我們就直接跟他們說 他們三個以後見到你都叫爸 這樣子 他們是這樣的 已經開始了 我是說不分心理系外這樣子 還可以 希望以後都是這樣 那先叫賴雅妍 我更希望他們把我當朋友 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先叫賴雅妍 用朋友的方式叫你爸爸 好吧 沒關係 要嗎 要就要現場 朋友嗎 你剛剛在講說 那個 有一些小秘密 不能算是秘密了 我知道 雅妍的咖啡 烘焙得很好 很棒 對 他自己會烘焙咖啡 很棒 他送我了一包 他送我了 謝謝 吃人的嘴巴 真的有一包 真的有一包 感覺滿好的 爸爸媽媽都有 真的 好啦 聽起來爸爸在現場講起來 比媽媽還寵小孩 因為你講的都是他們三個的好 那我們就來問瑞琦姐 好了 那他們三個啊 有一些什麼這個 乖膩 不聽話的那種行為 讓你就是 不聽話倒是沒有啊 現在三個呢 他們碰到我都說 媽 我是遺傳你的 媽 我好開心喔 尤其女人都說媽 我們搶個像媽媽 都是媽媽的 對 然後兒子呢 兒子很棒的就是 我們第一天進棚的時候呢 哇 十幾二十場對不對 家裡的戲 刷刷刷刷刷刷 拍完以後 到了晚上我們兩個老人家 還Burr亮的眼睛啊 嗯 然後那個 林森就說 媽媽 你們怎麼兩個越老越精神 眼睛越亮 因為他第一天進棚嘛 對 所以不太懂 那我覺得像 雅妍呢 還有魏曼 他們都非常的貼心 碰到我都是媽媽長媽媽短的 對 然後還比如說我想要拍照什麼 然後他們都會幫我 說媽我幫你媽我幫你 對 然後像傳遺呢也是我們之前演過母子嘛 她每一次看到我說 媽 早 爸爸 就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個家 這一組戲一進來呢 雖然像家健啊還有林森 魏曼都是第一次 那魏曼我們之前就有小小的一個 遇過的緣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跟這麼多的年輕小孩子 一起合作 是 我覺得讓我自己的心都年輕起來了 所以我都不能不寵他們 好 要好好寵 明天開始寵給我們看 然後讓他們看下去 對 然後在家裡這個也跟爸爸媽媽說 看著媽媽去這樣子 就是啊 吃這種看意念跟感覺 那也要就是這些小孩有學好啦 才能成為人家榜樣 其實他們都沒有沒有學壞啦 都沒有學壞啦 對 所以為了只要還花錢 對 爸爸求好心切 可是他把這個責任都怪在媽媽媽身上 對 好啊 一家人先來跟大家聊一聊 哪有麥在雅妍身上 那個雅妍就先來說一下好了 剛剛有一幕戲啊 我有耳聞 就雖然只有拍到一半 但聽說您真的護了我們 哈哈 網傳醫先生一巴掌是 不只一巴掌 真的 哈哈 對 就有很多個鏡頭 所以就是兩次吧 哦 周經理也是兩次嗎 嗯 我不太清楚 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被拿到失憶了 哦真的嗎 真的是 對 因為雅妍他不好意思就 太激烈 他是前面會輕輕的打 哦是 那我跟導演就對著眼 就是決定一次到位 哦這樣子 結果他就真的毫不保留 欸 這一點我要澄清一下 整瘋了 我們傳醫歌呢 就是 他跟我講說 打這邊打這邊 這邊超響的有沒有 有沒有 就講完之後說 好我就打這邊 看真的很大聲哦 然後全場下一段想說哇 傳醫歌真的很有經驗 是 一打就是很大聲 結果他就在旁邊昏倒了 哈哈哈哈 他出鏡之後 他就在地上昏倒了 欸 真的有一度沒有聽到 重點是他用左手還是用右手 他用左偏偏偏偏偏 是 左手可能是他殺手剪的 左手就還要用右手就好 對對對 他手就這樣 天啊等一下 他有鏡頭在這裡啊 不然我要這樣子哦 然後也可以這樣是一個撩下巴的感覺 感覺也真的是貓 兩人相識十年 算是第一次動手動腳這樣子 對 十五年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們小時候就認識 小時候對 我們都 我跟雅妍的第一部偶像劇 男女主角是跟雅妍 對對對 那時候你也沒有打巴掌吧 那時候他不傷我巴掌就不錯了 這樣 對 我們沒有我們那時候是相戀的 相戀人 現在就是剛開始就可以看到我們 十個五十五年以後把線牽起來 剛剛看到王傳一 您一站出來就讓大家 就有一種 你真的要演高冷附黑 然後又要讓他覺得想笑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 因為要裝帥 不用裝你本來就帥 對 沒錯 就是要在這樣的外型當中 還要演一下喜劇 對對對 可是通常是你先笑還是別人 一定會被你逗笑 通常是別人啊 這樣子 雅妍眼睛這麼好的都被我一直逗笑 他應該沒有他笑的 我是很認真的在演歌 他就很想笑 不是 他就不看我的眼睛 不敢 沒禮貌 對 他看我的眼睛他就想笑 雅妍眼睛自己說 他就是那種突如其來的笑點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抓不到 因為看到他的長相 不是不是 他的節奏太好了 節奏好 他的節奏太好到了 他有時候有些即興的 就是那種零點幾秒之間的 真的很好笑 就是一個不小心 本來很認真 那是你懂我 像我跟朱哥 我接受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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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哥都不想笑 昨天那場戲 我一直在旁邊想笑 是不是 其實我要逗他笑 結果他就是 我怎麼看 我要演像女兒 感覺上我對他態度很差 那我們自己在走戲的時候 我就是那種 八加九的演法 怎麼轉啊 我好喜歡 導演也覺得很好笑 那個有感染力的 對 那邊都像現在這樣 過雅顏一看了他就說 你待會兒就這樣演 我也這樣了 我要心裡準備 因為我很喜歡他這樣子 可是就是他的角色不適合 但是他每次走戲的時候 這一段已經深植我心了 所以一個不小心 我就覺得他很認真 但是還是很好笑 有有有 因為我們走戲的時候 通常會放大 像我昨天跟嘉芊也是 就是吃到佳芊的那個料理 就 阿草 我們有十分好笑 十分好笑 我們是要把這個情緒放大 但是我們真的在演戲的時候 還是必須維持高人的王社 要要要 很難的 不會不會 就是對我來說 你就喜劇之王 就是已經慢慢往那個 太陡級的那個位置 要去前進 好 加油 加油 對 以後那個喜劇都靠你而已 好 反正前面有一些開心的事嘛 慢慢鋪成 大家也是蠻想看你在那邊申請款款 是 到最後一定會 一定會一定會 但現在先申請款款的事情 先交給旁邊這位帥氣的短男 對 維他命 OK 維他命跟 我不用小心 我就是維他命 對 對對對 所以那個 維他吃棒棒糖的感覺是 就是 閨蜜啊 好朋友 真的 對 所以日常 在維他之前你們兩個有做什麼排練嗎 沒有 那件是我們第一場戲啊 哇 從那邊 對 還有點陌生 你哪帶 你第一場就亂吃別人給你的東西 我超信任他的 我完全沒有那個傷害的那個感覺 維他命 就是大家都想吃台線上面那些菊蟹在這邊 你看他們都想當我的閨蜜是不是 對 他們都想要那吃棒棒糖不好意思 那個賴也想吃完 因為我跟妳講 嘉健本人 不管是戲臉還是戲臉真的很暖 真的很暖 對 我們就是渾然天成的 天成 鮭蜜 對 走心了 走心了 所以你們私下也會有一些那個訊息 閨蜜的訊息 你跟賴愛子 不能說 他基本上就已經看穿了我整個人的命運 欸 對不對 欸 所以我有一包 咖啡 喔咖啡 喔對 剛剛那個嘉健特別在那個柱哥講說 欸我有一包咖啡的時候 我也有 我在看 我也要炫耀一下 欸王船一你有嗎 我沒有 喔 原來我不是那個唯一的那個咖啡 我從到現在都沒有 你是醉酒 你是那個唯一的 不是不是 唯一沒有的 我剛剛聽到的時候 我已經按字 覺得 這樣一點點 你以後你整個好 沒有沒有 我們有分線的 小三 所以你開始 nice to me的時候 你也會 我會幫你泡好 真的 我沒有要送他面膜的 算了不送 喔 不要 好啦 就是這三點之間 有非常多這個 錯綜不達的交手戲 然後感覺到 嘉健第一次 算是第一次演 那個閨蜜嗎 對 第一次 然後有去特別做了 一些閨蜜應該用的那個閨蜜秘集啊 或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要多了解閨蜜的 性情 還有她的習慣 她喜歡什麼 她是屬於比較爆裂情的 還是屬於 她今天 覺得爆裂嗎 沒有吧 沒有 她今天比較 Sexy 對 哈哈哈哈 Sexy 只有今天嗎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因為 今天有讓我 對啊 大掉那個什麼破眼鏡嗎 疊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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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她這樣就讓你疊破眼鏡了 她平時不是這樣 她平時不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她平時不是這樣子 爸爸說這樣子 已經讓路人傷眼睛了 好的 媽媽就是 哦 真的 真的 好 但是你知道 Sexy這件事情 在戲裡面感覺上來說 最常做的應該是胃蠻 哦 沒有 我這裡面就是貴婦而已 沒有漏秀身材 欸 你剛剛把大家逗得很樂 大家看你就是 整個這次放很開 你怎麼了 對 我很認真耶 對對對 我很認真享受我的生活 有有 講一下 你這次的角色跟以前就是 有很大的那種 就是 就是比較有錢的傻白甜 對 就演起來你也蠻開心的 以前都是比較窮的傻白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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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呦 好 她 大姐有來 對對對 大姐今天有來 對對對 好 那妳覺得妳妹妹跟你弟弟 怎麼樣 從姐姐的眼光 從姐姐開始 哦 我必須 哦 哦 從姐姐眼光 我常常會忘記 我是她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對 因為私底下看到雅顏的時候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她 對 所以這一次就是 知道可以跟她合作 我是特興奮 然后但是因为就觉得说还是要工作的时候要认真 我就不敢太热情 所以想说先把我的角色演好 就有一天可以讲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有一天我剧本我有带 然后他刚好会经过 然后经过我那时候在的地方 然后他就送来给我 结果没想到我就在他车上 我们聊了三个小时 然后呢 明明我家就在旁边 他就说我送给你回家 他说你下车来我送你回家 然后就在我们家聊聊聊三个小时 然后后来因为我包包在我车上 然后我就回我车上拿东西 结果我一转头以为他车应该开走 结果他就整个人挂在他的那个驾驶盘上 然后这样看着我在笑 然后天哪他要把我吗 好帅 然后就我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帅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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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超过快半夜 对我必须看他走进去 对对对对对 没有所以 就是但我也不好下车嘛 我就这样看着他就 我要确定他安全的走进家门 我才能够放心的回这个习惯 对对对我知道他的 但我那一秒有被吓到 闺蜜闺蜜对啊 贴近 没有就是应该在这个状态当中认证嘛 他是真的付出了真心 那个温暖度透过车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其实铺成各自的角色 然后我们家人三姐弟间还蛮少的 然后可是就是开始有渐渐我们之间的细压 也也是跟我就是电话里面对峙两个小时 哇对 其实是三个小时 对差不多 因为顺便也等通告吧 是 好啦你这次要演贵妇 你有去参考什么典型吗 或是有什么心目当中这个 没有其实我不太敢看就是别人演的 因为我怕会植入我 我就会觉得想演别人 但是我会从我生活中里面 比较像贵妇的朋友去琢磨他们的姿态 姿态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真正很有钱的人 他们反而不会像朱小龙这样 什么都要往身上贴 甚怕人家不知道他很有钱 反而很有钱的人是非常低调会坐公车 对他们好像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面的 对 好了你这次各自的角色都有很特别的故事 还有个性 包括了这个大姐的白金啊 二姐这个为了工作啊 把自己人生都完全赔进去都可以 弟弟是一个电玩卡 是 所以这次是你演戏之后人生当中最常跟电玩相处的一个人生过程 呃其实我也有演过跟电竞相关的 但是赵富有是第一次 真的是很开心 对对对欢迎 真的真的 演有钱这件事情真的很开心 常在演的王传仪比较没有感觉 但你们第一次真的没有感觉 我们可以有感觉 习惯就好了 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两个就常在当有钱人 他们你还好 其实蛮想尝试一下这种穷 我懂 哈哈哈 好羡慕你的角色 我也有受过的事 对对对 那演到搬家那一刻就是心情上说天哪 好歹才住两天然后又要搬走了 那所以你有点不舍 就是那时候去到我们 往那个山上开 然后就哇 好漂亮 我能坐到这边就好了 怎么有 诶 城堡 就是我们的主张你是一个城堡 哦 是是是 就是真的没有想象过 原来还有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哦真的 感觉很棒 然后这一次大家看到你加入那个行列当中 然后很满羡慕你的啦 因为你姐姐都很漂亮 你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姐姐相处的心情 呃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也有很多姐姐们 然后他们都会对我拳打脚踢 哈哈哈哈 所以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呢 是 我的那个二姐呢 就是也常常对我拳打脚踢 哦这样 所以刚刚那个拼到一个那个 那个我就觉得 司空见挂 常常是是是是 就是那个奏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看那个立法院 然后就跟 跑出立法院 然后就跟姐姐聊了一下 她就说是不是很想被摔 因为她在里面有一个就是直接这样扛起摔的动作 是是是是 然后她说她要加进戏里面 我很期待 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啊 自己的弟弟自己打 别人不能打 但是自己的弟弟自己一定要打 有有 我是用这种心态在跟 大家相处 是 从今天这个这一趟分享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群好朋友在聊天 然后之后呢 他们明天开始就会结为一家人跟 密不可分的这种 拖拖复杂的关系 我们大家好好去享受一下你们带给我们的一切 明天晚上就要正式的播出了 刚好我们在看一个片段 我很想要重现一个画面 不知道有没有是荣幸起 王船一跟赖也连往前走一步 什么什么画面 先讲清楚 有点太突然了 刚刚没Q到Q 对啊 对对对 我们有讲 你没有RA过啊 当然没有RA 那里面有一个拍那个片头的时候 创世纪 我们两个这样子 好 那可以可以可以 我还以为是要打巴掌了 NO 右手耶 我现在进来我可以 我来 我先听听过后 没有没有 大家要当吃瓜子的时候看到姐姐跟那个 要有音效吗 以为是一会有音效 对对对对 这一切就在台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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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来,就在这个画面当中要跟大家好 我们在往前站,往前站 请大家明天晚上每天都有这个片头可以看 其他的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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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边 对对对对 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对,我们创造出来的 是 全部退步,好好好 哎,天呐,王船玉,你真的 是单行下去 有耶,真的 可以 快点快点 好的 这么好看的画面 明天晚上开始 每天的片头灯会有 三级小处的例行即将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 三立都会台 每天晚上的9点钟 在华视频道 4月10月号就是在明天晚上开始 一定要准时的守地 谢谢 今天有很搞笑的部分 每个角色分明 除了好笑之外 其实有一些很 其实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就像刚刚建安说的 可以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找到自己 有共鸣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被娱乐之余 其实也可以稍微有一点感触在心里面 希望大家明天开始 晚上8点锁定三只小处的逆袭 谢谢 这是一个喜剧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透露出一些人生 不可承受之中 但是 我希望我们用喜剧的方式来演给你们看 因为我们现在拍得非常非常辛苦 明天就要开播了 现在村长片里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非常担心 但是我们一定会努力 我们会开天窗的 加油 会的 好 家健也来说一下 好好好 大家都很辛苦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支持我们的 三只小猪的逆袭 好不好 好